哈喽 每日都更新的君君来了 张若云一专的庆语年二日前终于开播 口碑与说是都创下佳绩 被大赞不愧是实力派 1988年出生的张若云 今年已经35岁 在同龄男星中算是少数 走稳扎稳打路向的实力派 其他火红的 还有像是走古装男神路向的龙鱼系 同样实力派的 朱一龙 另有张云龙 鱼蒙龙 这类始终不温不火的 也有林更新 斗肖之类 有着波剧 但熄火的 以下这些1988年生同龄不同命的陆剧男星 一起来看看吧 1988年生同龄不同命的陆剧男星 一 张若云 张若云是这个年龄段的男星中 发展很好的一位 张若云其实是娱乐圈里低调的贵公子 爸爸张健是圈内非常知名的制片人 编剧和导演 受父亲影响 他很早就确定要走演员这条路 出道多年演了数十部戏 但始终没火 205年在无心法师饰演张显宗一角 笑笑窜起 他开始被观众记住 但似乎巨红人不红 后续又养了九州天空城 麻雀 法医 秦明 也是同样的状况 一直到清雨年 张若云才真正大爆火 一部清雨年 让张若云在85后男星之列 站稳脚跟 他如今已经是家喻户晓的实力派演员 也是现在许多顶级制作团队 会率先考虑的男主角人选 而且张若云高分又出圈的代表作很多 清雨年7.9分 法医清明7.0分 显微镜下的大明7.8分 警察荣誉8.5分 很厉害 1988年生 同龄不同命的陆军男星 二 罗云熙 罗云熙在娱乐圈中属于大气晚长的类型 他2010年就以偶像团体 G-Boy3出道 但不过两年的时间就结散 之后又组成了双子GL组合 但一样不了了之 之后他开始转型当演员 出演何以生向墨 少年何以称 小小窜红 但之后就开始长达两年的合约官司 龙云熙和经纪公司 拉风元素文化的合约纠纷 让他的演艺事业彻底停摆 演艺圈新人辈出 他错过大好时机 其实很多明星错过爆火时机 可能就一路过气了 没想到一部《香蜜沉沉静如霜》 让龙云熙靠着润育一卷 大爆红 主要是龙云熙古装扮相太好看了 演技功底又好 原生台词完全不出戏 龙云熙直演的古装剧 一向都有讨论度 靠着香蜜沉沉进入双大火后 龙云熙主演的古装新下剧 长月静明 也在此开出好成绩 龙云熙也确立了古装男神的戏录 接下来他也揭演另一部古装 《严新记》 搭档长风度的宋艺 1988年生同龄不同命的陆剧男星 二 朱一龙 朱一龙可以算是陆剧八五生里 发展最好的一位 主要是朱一龙已经拿下了金鸡奖影帝 实际和咖位已经超出同龄男星一大件 朱一龙同样属于大气晚成的明星 早在2009年 他就以电影《再生源》 男一号出道 起点不算低 但在这之后 他演了很多没有分量的配角 参演大量电影 电视剧 却始终找不到定位 不温不火 一直到2018年的镇魂 朱一龙才终于爆红 拥有超高人气 但朱一龙没有选择流量路线 走红后 他的剧本有更多的选择权 他一直在多方挑战不同的角色 古装剧《知否》又将他的声势 推往高峰 其实在《知否》 朱一龙仅是男二 但热度却比男主冯上风还高 2022年 朱一龙又凭借电影《人生大事》 拿下金鸡奖影帝 后来朱一龙搭档妮妮主演的 电影《消失的他》 同样开出超高讨论度 朱一龙在电影电视剧圈 都已成功站稳脚跟 1988年生 同龄不同命的陆剧男星 四 林更新 林更新现在的咖位有点尴尬 其实他起点超高 也小火过 林更新出到第一部作品 就演到了现象级热门剧《步步惊心》 后来又参演自家公司 唐人影视直播的《轩辕见志》 《天之痕》 该剧集结胡歌 刘诗诗和唐嫣 在当时也算是热播剧 不过之后 林更新离开唐人 之后五年 播的作品非常少 演技口碑也一路崩 很多明星都是过气后 发展就一路向下 但林更新很悬 当你以为他要过气 他突然就一步代表作 当你以为他要爆红 他流量又往下掉了 2011年《步步惊心》之后 林更新直到2017年《楚桥传》 才又有好评热门作 《楚桥传》让赵丽莹奠定了 收视女王的地位 但对男主角林更新加成 却没有那么大 后续林更新的资源 没有好起来 但2022年 林更新搭档谭松印 请教我总监 又开出不错的成绩 今年林更新二达赵领 主演腾讯直播的 S家古装剧《雨凤行》 播出成绩非常好 接下来林更新还加盟了 刘亦飞 霍建华的新剧《玫瑰的故事》 资源真的太好了 1988年生 同龄不同命的陆剧男星 五五 斗骁 斗骁出道 起点也很高 第一部作品就是 张艺谋导演的 山楂树之恋 她和周冬宇是同步 片出道的 但如今周冬宇 已经是影后 而斗骁的发展 仍有点不温不火 她陆续参演了很多电影 更合作过赵丽颖 唐燕 李沁 迪丽热巴等多位女神 但都没让她爆红 其实斗骁有几部剧 是播得不错的 对她加成最大的是 楚桥传的男二 燕巡 该剧除了火了赵丽颖 也让配角斗骁和李沁 人气提升 后来搭档唐燕的 燕云台 搭成都林的民国剧 梁城好景之几何 都有到热播的程度 但斗骁似乎就是 没有吸粉的体质 剧播完就没热度了 如今大家对斗骁的印象 都变成赌王坠续 斗骁和赌王千金 何超连 爱情长跑多年 于2023年完婚 今年斗骁也接下 新的古装剧 掌心 搭档刘诗诗 去年刘诗诗评 一念观山 再次证明了 自己的号召力 和观众员 不少网友 也推测此次逗笑 大过流失失 有望 凭掌心翻红 1988年生 同龄不同命的 陆剧男性 六 张云龙 张云龙是不少网友 心中颜值高 却始终不温不火的男性 张云龙为 杨幂 嘉行传媒旗下演员 和张彬彬 高伟光 赖毅 并称嘉行四帅 早期 他也时常出现在 杨幂 抵立着八转的陆剧里 像是古剑奇谈 三山三世 枕上书等 但张云龙 一直没像张彬彬 高伟光那样受捧 直到近年 张云龙和胡一天 搭档民国奇探系列 才算是真正有代表作 而接下来 张云龙接下 胡耀小红娘 竹叶片 这部为杨幂 月红片的姊妹作 女主是刘诗诗 当时竹叶片 公布选角 还被很多网友吐槽 男女主角 咔位不对等 不过对张云龙来说 确实是好资源 不知道他与刘诗诗 搭档起来 效果如何 1988年生 同龄不同命的陆剧男星 7.鱼蒙龙 很多人都以为 鱼蒙龙是90后新生代 但鱼蒙龙其实是85后呢 他实在蛮童颜的 很多人认识鱼蒙龙 都是因为太子妃生殖记 他饰演男二九王 这是个小城邦网剧 当时鱼蒙龙 还只是无人认识的小透明呢 却因为超帅的古装扮小 而出圈 后来鱼蒙龙又加盟经典仙侠剧 三生三世 势力桃花 饰演白真 也就是杨幂的哥哥 鱼蒙龙的高艳志 承着了这个角色 当时很受好评 不过这之后 鱼蒙龙接连推出的 新白娘子传奇 两世欢 明月曾照江东寒 都播得不好 鱼蒙龙的演技也被吐槽 如今的发展已经不如当初 1988年生 同龄不同命的陆剧男星 8.小顺瑶 大家光听名字 可能不太认识他 蛮多热门录剧的配角 像是迪丽热巴 任佳伦主演的古装剧 《玉交际》系列 他实演与迪丽热巴 对立的师兄林浩清 还有《长月静明》也有他 他实演谈台劲的黄兄 谈谈明朗 肖顺瑶其实是歌手出身 他与谭尖刺是同团的呢 但谭尖刺凭借绿色图鉴爆红 还出演了杨子的S家古装剧 《长相思》 再次名声大掌 还一度被视为代报男星 本以为他的发展 已经是肖顺瑶所不能比的了 但好在去年暑期 肖顺瑶凭何成毅 曾圣熙的莲花楼搬回一城 接下来肖顺瑶还有 何成毅的《英雄志》 以及何龙玉系的《水龙吟》 都是剧中重要角色 而且目测 装造人设都挺适合他的 声势有望在节节高升 好了 看完八位1988年生 同龄不同命的陆军男星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快来评论区留言吧